小爱爸爸基同市长谢国良抱着女儿小爱要坐上旋转棒棒糖 小爱几乎是用跳的坐上去 谢国良只好双眼紧钉小爱 市议员陈怡的女儿香香 更是像脱缰野马 一股脑儿就跑去玩 快闪不见人影 两人各自的女儿玩到几乎不受控 幸好场内都有家长以及负责管理的基同市绅士协会人员看着 让身为职业妇女的沉溺特别感受到室内儿童乐园 对于小小朋友以及家长的神奇魅力和需求 基隆市就长期下雨的关系 真的很需要室内的亲子乐园 就是在平日的时候 上班的家长也会借由假日的时间 开放的时间带自己的小朋友来这边来放松 然后家长也可以在旁边传口气 不然每天都是家里的 其实对大人跟小朋友的关系并不是这么好 大家来到这里的话一定会玩得很开心 位在新一曲公所五楼全市第一座 算是公司协力完成的室内儿童乐园 在儿童节前夕正式启用 全程免费孩子玩到乐翻天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表示 还没有选上市长前就有打造过小爱乐园 因此非常了解室内儿童乐园 对于小小朋友以及家长的需求性 非常开心就任市长后力推第一座的室内儿童乐园 可以启用带着小爱来体验游玩 因为他也是这个年龄层的孩子 那今天要来之前 昨天晚上我突然想到就问他要不要来 那他也说他也想来看看 这个跟他小时候的那个小爱公益乐园 就是我们的一个共融的一个空间也很相似 那玩一玩点要再让他去上课这样 另外除了在各区先打造室内儿童乐园之外 市长谢国良确实也计划打造室外海警儿童乐园 但是因为市区及港区都有工程在进行 因此最快明年再来评估打造的地点和时间 所以我是很想在看到海看到港的地方 有一座好的儿童乐园是室外的拥有这些设备 巴黎伦敦亚特兰大甚至洛杉矶的海边 都有这样子的设备 那我觉得我们基隆未来也朝这样的机会迈进 那我觉得明年度考量到工程的协调性 市区工程的顺畅 也许明年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 今年我们会致力于打造最起码好几座室内这样子的游玩空间 我们做一两座企业捐赠的模式给市民朋友看 然后我们争取议会的支持 那在今年中我们也有提室内儿童乐园的一些追加预算 其实这些设备并不贵 主要是场地跟空间必须要存在 那因为我们考量到礼堂的问题 但是隔壁的餐厅二分局跟警察局也都有礼堂 所以我们就决定让礼堂 而且我们研究过礼堂一年使用的次数 可能没有超过十几二十次 那比起一年能够开三百天这样的儿童乐园 我觉得这样还是一个蛮适合的 谢国良也强调目前先由企业赞助 先打造信义区室内儿童乐园 让市议会及社会各界了解需求性 接着市政府会提追加预算 争取市议会支持在各区都盖一座室内儿童乐园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助